请大家 金宝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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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爷 您在吗 您睡了呀 你们干吗 到阎王殿 问阎王爷去 你又是谁呀 小伙伴 给我走 追 众爱卿 你们在此等候 朕要亲自入内拜祭 是 陛下 快站住 站住 走 这边 站住 前面别路了 走 保护陛下 站住 别跑 别跑 追 追 快保护陛下 别跑 陛下要紧 愣着干什么 来啊 来啊 把刺客拿下 等等 走 那个不是冯家老奴 之子颜彪吗 你又是何人 陛下 奴婢是冯府的下人 我家主人受颜彪诬陷 在离京之前 就曾嘱咐过奴婢 要留意颜彪的下落 奴婢发现 有人想杀颜彪灭口 所以我就带着他来到此地 可没想到 还是没能保住他的命 陛下 老臣为防他们对陛下不利 不得已 才命令部下出手 请陛下明察 陛下 您可曾想过 如果颜彪一直以来 都知道这样的惊天秘密 为何要等到左相 查获冯大人的香囊时 才肯出来作证 这不会太巧合了吗 那你能告诉朕真相吗 真相就是 婉萍 娘 都想过来 什么事 就像这样的 蚊子 还是 好 你还在这边 我 过来 我 谢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你给我装许 我回去帮你找玉牌 乖乖在家等我回来 这个傻子 陛下 贵妃娘娘的腹中 确实已有龙死 你再说一遍 贵妃娘娘 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陛下 在婉萍宫中 搜出了与冯贵妃宫中 相同的婢子药丸 有数十枚 皆藏于秘贵之内 陛下 臣妾宫中 绝对没有此物 定是有人栽赃陷害的 臣妾可以对天发誓 闭嘴 闭嘴 朕平时待你不保啊 你要什么朕就给你什么 你还不知足 来人 陛下 把这个蛇蝎毒妇 废去皮尾 打肉冷宫 是 陛下 臣妾是冤枉的 陛下 臣妾是冤枉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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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臣有话要说 陛下 陛下 伤 陛下 对 陛下 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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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儿臣怀疑 殷氏与陆远潼 早已暗中勾结 可 可这事跟贵妃有什么关系 陛下 事情非常简单 这陆远潼 先是勾结殷氏带兵入关 再与冯夕联合 借着为冯贵妃翻案之机 诬陷本相 使朝廷陷入乱局 他们便趁乱谋反 只取京都 左相 这殷石 可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 怎么会跑去勾结陆远潼呢 还有殿下 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呢 当然不会 皇儿 此为何物 这是京畿之地的兵卫布防图 是 近几日 儿臣的手下亲眼见到 殷石 与陆远潼的手下 丧妃悄悄悄会面 这份 就是殷石献给陆远潼的大礼 索性让儿臣先得到手了 花儿 这布防图你看过没有 儿臣当然看过 这儿 方圆 你 你看看左下角写的是什么 来 恭贺北山国王六十大寿 大印国左向方圆敬上 不不不 怎么会这样 这 父皇 之前在途中 并无这两行小字 陛下 这绝非老臣所写呀 朕是看着你写的字长大的 如果这字不是你写的 又是何人所写 那 这儿 找到了 来来来 你犹豫什么呀 可不把地图透走算了 你别嫌弃我嘛 大人派我来 定有大人的道理 虽然我武功不行 但是模仿别人的脾气啊 我最在耗了 快点 陛下 这一定是有人 伪造老臣的自己 老臣冤枉啊 陛下 左相 你这倒打一耙的功夫 莫非是跟晚平献学的吗 放心 这一定是你搞的鬼 你当真陛下说 是不是你 陛下 罪臣对此事一概不知 冤有头债有主 这图 是从三皇子那儿拿出来的 来历 也只有三皇子知道 你还敢叛污三皇子 你 够了 来人 把左相方圆给我拿下 是 陛下 老臣对大印忠心耿耿 日月可见 陛下 再怎么样老臣不至于沦落党 我跟殷尸这样的货色 合谋反叛吧 父皇 今日诸事怪异 待审过殷尸之后 再做决断不辞 也罢 是 传朕的旨意 兵部尚书殷实 谎报军情 私通敌国 意图谋反 即可捉拿归案 送大理寺问审 左相方圆 涉嫌谋害贵妃 叛国两罪 即日起 禁足府中 等查明事情真相 再做定夺 陛下 是 千万不能相信冯夕啊 陛下 陛下 姐 你不能相信 你不能相信 冯夕 朕让你受委屈了 为了补偿你 朕即刻撤去你身上 所有的罪名 让你返回京都 同时 朕要册封你为右相 代替左相 成为内阁守魁 统领六部 臣万死不能将报 冯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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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月姐姐 冬月姐姐 文夕 你怎么在这里 其他人呢 冬月姐姐 我好想你 这些天也都去哪儿了 冬月姐姐 这两个人 m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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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默契 朝夕相处 还睡在了一起 当铃 你听我跟你说 我跟陆川真的什么都没有 只是想要让我们去办事 发生了什么 你闭嘴 闭嘴 真的是这样吗 你不相信我 也不是不信 那你告诉我 我临走之前 你为什么把我的平安符换走了 那是因为 我 你为什么 因为他吗 不是吧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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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实在是诡计多端 仿佛胜方 如今他这样 只是为了自己 跟贵妃平凡 倒也轻有可原 冬月 此事远没有你想的 那么简单 怎么了 你看此屋 荆棘之地的兵卫布防图 荆棘之地的宾位布防图 混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 冬月先告辞了 冯夕 冯夕 你还记得当年在煮民意 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预言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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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着你 要不要再给你夹俩菜呀 不用 不用了 相爷 够了 我说你哪儿来那么好的卫国 本相在朝中被陛下夺了相权 任由冯夕为所欲为 我在这儿束手无策 你倒好 狼吞虎咽像个饿死鬼 你简直就是白吃饭桶 相爷莫及嘛 您看 毕竟那些证据全都 都是伪造的 这终有一天会还您个清白 您别气坏身子 是不是 爷 您别生气了 我给您加块肉 好吧 咱们一块儿吃 来来来 爷 您吃吧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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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是不是 相爷 刺客 快 抓刺客 还不追 一定是冯夕干的 刚上位便猖狂至此 相爷无需担心 从今儿起每天十二个时辰 属下会派人在这里轮番守着 此时绝无二次 好 听着 凡有可疑之人接近相府 一律割杀勿论 是 相爷 你还在这儿等什么呀 快抓刺客去 恭迎右相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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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打开 本乡要单独问他话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冯夕 你不是已经 你明明被陛下 租出了京都 如何成了右相 朝堂的局势瞬息万变 岂是你这种蜀木寸光的人 能够预料的 是你告发了我 非也 是三皇子说 你跟左相勾结北山国王 意图谋反 我与左相勾结 简直无稽之谈 对啊 我也很是疑惑 可是三皇子呈上的 都是实证 我也不知缘由 既然 你也是右相 那么替我脱罪 绝非难事 难是不难 可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冯夕啊冯夕 冯夕啊冯夕 我们可是 一条船上的人 如果我把你和我 倒卖军县一事 告知皇上的话 你猜 会有何事发生呢 是 今夜 本相自会派人来救你 安心等待吧 冬月 你先不要担心 冬月 殿下 我总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你太累了 我总觉得冯夕在密谋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殿下 有人夜袭大理寺 劫走了犯人殷实 什么 殷大人 你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 你们就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 那你还想如何 你们先送我回府中 接上我的妻儿 再送我们离开景都 殷大人 这个家我劝你还是不回为庙 什么意思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都叫你不要回来了 你偏不听 是谁干的 告诉我 是谁 这是什么 你看 夜大人 你认识这个灰机吗 左相 你和左相 涉嫌叛国通敌 他先把你的家人拿住 自然是怕你在会审的时候 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话 凤雁这老皮肤 竟敢动我家人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 有恩有怨 你们自己解决 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先告辞了 慢着 他 还有什么事 你能复住我讨回妻儿 要多少金子 一切好贪 你给的金子 难道冯大人给不了吗 那你想要什么 算了 算了 好人做到底 损负损损到夕 就算我大发慈悲地通融一次 不过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冯大人 我多管些事 当然 不过来 启禀殿下 我只见他们带着犯人 往那个方向跑了 其他的东西 就没再见过 接着找 是 殿下 有血迹 顺着血迹追 追 是 你干吗 你就这么进去 左相非但不承认 劫走你家人 还会把你也给拿住 扭送大理寺 如今左相也是戴罪之身 正想办法解罪的 那你有何办法 这样吧 我从正门进去 直接拜访左相 你穿上我的夜行衣 从后院前路 尽快找到你的家人 好 有刺客 狗 狗 快去通报县言 刺客中间 把他抬过来 是 快看看 什么人 医师 不好 中计了 先探进去 左相 把人放下 左相 你如何解释 殿下 老臣禁足期间 常有 黑衣蒙面刺客 前进我府 屡屡地威胁老夫的安全 无奈之下老夫才下令 加强府内防范 却没想到 半个时辰前 大理寺的官兵亲眼所见 是你的人 从狱中劫走了一室 不可能 我的人全都在府中 没有一个出去 可我们从大理寺 一路沿着血迹 追至府外 一定是 由人 使诈来住